请问今年的雏鼠节气有什么讲究吗 今年的雏鼠节气是在8月23号农历的7月26 上午的11点15分59秒交接 斗指雾太阳黄金到达150度 雏鼠又称为雏鼠意味着鼠气至此而止 那么今年的雏鼠节气都有哪些特点呢 老话说呀雏鼠不出福遍地起心坟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年的雏鼠都有哪些特点 一雏鼠在午时 大家都知道节气交接的时间是在一个时间点 今年雏鼠节气的交接时间是在农历的7月26 中午的11点15分59秒 也就是说今年雏鼠节气交接的时间是在午时 雏鼠节气是在深月之中 是金气增长的时候 金气也就是哨音之气 所以说雏鼠节气是哨音之气越强 天气就越凉爽 在一天之中 午时是阳气最强的时间 午时之中就是太阳上升的顶点 也就是中午12点 那么今年的雏鼠节气是在午时的前半段 距离12点还有44分钟 也就是阳气即将上升到顶点之时 是一年中阳气最强的时候 代表着今年的雏鼠节气依然很热 而且温度还会有所上升 一直到雏鼠后10天左右升至最高 然后才开始逐渐降温 二 楚鼠不出福 历秋后的第一个更日就是末幅的开始 历秋后的第二个更日出福 历秋节气是秋季的开始 秋季属金 秋后的更日也就是金气强旺之时 金气就是秋季的凉气 所以末幅代表着凉气开始出现了 而初幅一更日结束 意思就是金气从此开始强盛 天气逐渐变凉 因此初幅和楚鼠节气的意义呢 差不多都是天气变凉的开始 但是温度的高低是取决于太阳的位置 楚鼠节气意味着太阳运行到黄金150度 当太阳运行到这个度数之时 就是天气变凉的开始 所以在无成的月令七十二侯集结中说到 楚直也 楚气至此而直矣 由此可见 楚鼠节气代表着鼠气的中止 而三幅天则是鼠气强盛之时 今年农历的7月28才出福 7月26是楚鼠 这也就意味着楚鼠节气的时间 依然处于三幅天 炎热天气的时间也会不断的往后延长 那么今年的楚鼠节气 不出福并且交接在五十 也就意味着天气很热 五十也相当于五月 是夏季的中月 看元战经中说 楚鼠行夏令 则其果火灾 寒热不节 民多瘧记 三 楚鼠分雨节 楚鼠三猴为何乃灯 到了楚鼠节气 秋庄稼就要成熟了 俗话说 楚鼠不出头 割骨喂老牛 楚鼠三日割黄骨 楚鼠高粱遍地红 楚鼠收鼠 白鹿收骨 但是在庄稼成熟之前 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太阳照射 才能使子力饱满 也就是说 楚鼠之前的庄稼 需要雨水的浇灌 而楚鼠之后 就需要太阳来晒秋了 要不然 谷物就容易烂在地里 而且子力还不容易饱满 俗话说 楚鼠有雨万人愁 历秋有雨万物收 楚鼠有雨万物丢 楚鼠下雨烂鼓螺 楚鼠和奶灯 请雨定收成 因此楚鼠节气 就是雨水的分界线 此时的天气越热 就越容易形成极端的天气 在庄稼即将成熟的时候 大多都处于 头重脚轻的时候 很容易倒伏 因此啊 楚鼠节气 怕刮大风 下大雨 又怕冰雹 但是高温天气 又容易形成这种气候特征 所以说 楚鼠不出伏 必定是灾年 楚鼠就是暑气结束 天气开始转凉了 但是今年的楚鼠节气 不一般 暑气不止 反而更热了 这种现象 不仅容易导致 庄稼的欠收 还容易导致 各种细菌的增生 也就是寒热不节 民多瘧疾 其实啊 无论是庄稼欠收 还是民多瘧疾 在农耕时代 都容易造成灾谎 所以说 楚鼠不出伏 遍地起新坟 当然 这个出伏 并不是时间上的出伏 而是指气候上的出伏 是以天气的变化 和温度的高低为准的 老铁门 说到这里啊 你应该都了解 楚鼠节气的 气候特点了吧 Born for EDM